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在网上引起了争议 之前在天籁之战节目中因为改编周董的歌曲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用全新的路线和风格来诠释吧 我回来了这首歌 随后 在2月16号歌手中再次改编了周杰伦的代表作双截棍 华晨宇称自己非常喜欢周杰伦 用自己的风格再次向偶像致敬 歌手作为一档大型音乐竞技节目 每期每个歌手都要挑战一首想唱的歌曲 根据对歌曲的理解进行改编 并进行演唱来与其他歌手进行BK 改编歌曲对于歌手来说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事件 这也是歌手节目播手观众和歌手乐意参加节目原因 但为什么华晨宇改编却备受争议呢 网上有人指出华晨宇改编歌曲 一般先很深沉地唱 然后说唱 说着唱着就飙高音 最后低音结束 质疑太过套路化 面对这样的争议很多人是并不认同的 有网友反驳到用花花的一句歌词送给你 不喜欢听我的歌请闭上耳朵 一时间网友之间吵得不可开交 针对被质疑套路化这个问题 华晨宇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坦言道 我风格很多 我很满意 当年那个凭借一首 无资格走进人们视野的火星弟弟 不知不觉在五年期间 凭借着对音乐的热爱 已经成为赤手可热的歌手 对于歌手来说 随着获得关注越来越多 同时也出现一些相反的批评的声音 这未必就是一件坏事 最起码代表你是真正的红其赖了 你们觉得呢 是真正的红其他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